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我是你们主持人孟宇飞 今天我们的节目首先来关注美财政部副部长 瓦利·阿德耶默的最新声明 他警告中国企业必须停止向俄罗斯提供 可以用来攻击乌克兰的组件 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 美国及其盟友表示 将对任何帮助俄罗斯获取武器组件的公司或个人 实施制裁 接下来我们将焦点转向香港 香港法院最近判决了14名民主活动人士 这是该市最大的一起国安法案件 这些活动人士因参与非正式初选 而被指控试图瘫痪政府 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观察人士认为 这一案件显示了国安法如何被用来压制政治反对声音 最后我们来看看科技领域的最新动态 由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 华为自主研发的910B升腾芯片 在中国的AI盒子市场上迅速崛起 填补了NVIDIA留下的市场空缺 这些芯片已经在金融和医疗等多个行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本时报报道 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沃利·阿德耶默在基辅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中国企业必须停止向俄罗斯提供可以用于攻击乌克兰的武器部件 否则将面临后果 阿德耶默指出 美国和其盟友准备对任何帮助俄罗斯获取这些关键部件的公司或个人实施制裁 他的访问确认了需要进一步加强制裁 以阻止俄罗斯获得这些关键部件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部件 此番言论是在基辅空袭警报声中发表的 凸显了当前局势的紧张 美联社报道 香港法院周四判定14名民主活动人士 在该市最大规模的国家安全案件中有罪 这些被告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 林卓廷 黄碧云和陈志全 但前去议员李雨轩和刘伟聪被无罪释放 被判有罪者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他们是2021年因参与非正式初选 而被起诉的47名民主倡导者之一 减 察官指控他们企图通过获得立法多数 来瘫痪香港政府并推翻该市领导人 观察人士认为 这起颠覆案件展示了国家安全法 如何被用来压制政治反对派 然而 北京和香港政府坚持认为 该法律帮助恢复了城市的稳定 并保护了司法独立 日本时报报道 香港法院周四早晨将召开会议 宣布对47名民主活动人士的判决 这是自中国实施国家安全法以来 针对民主活动人士的最大案件 三名高等法院法官预计需要两天时间来宣布判决 这些被告面临颠覆罪指控 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 早上六点左右 约有两打希望参加听证会的人在法院大楼外排队 有些人甚至通宵等待 此次审判引起了广泛关注 许多市民前来支持被告 表达对民主运动的声援 南华早报报道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美国对英伟达的高级处理器 实施出口限制后 迅速成为中国人工智能芯片的主要供应商 华为自主研发的910B Ascend芯片 在国内多个行业中广泛应用 通过AI盒子集成AI芯片 行业特定算法和预训练大模型的一体机 迅速普及 尽管英伟达设计了针对中国市场的低端芯片 但华为的Ascend芯片在市场上表现出色 挑战了英伟达在中国的第三大市场地位 华为的AI芯片业务不断扩展 预计未来将主导中国的AI盒子市场 包括科大讯飞在内的多家中国公司 已经推出了迁入华为芯片的AI盒子 满足各行业对AI计算的需求 尽管英伟达 达的芯片在中国市场占有率较高 但华为的市场份额正在迅速增加 未来能否继续保持这一势头 取决于其生产能力的提升速度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林跑国际宣布 计划在2024年第四季度 进入印度市场 这是继MG汽车和比亚迪之后 第三家进入印度的 中国电动车制造商 印度电动车市场在2023年销量翻倍 政府的生产激励措施 充电基础设施的发展 以及城市消费者对电动车的兴趣增加 推动了电动车的销售 印度签署了电动车倡议 目标是到2030年新车销售中 至少30%为电动车 MG汽车印度和比亚迪在印度市场快速增长 预计未来几年 每三辆印度路上的电动车中 就有一辆由中国公司制造 印度政府推出了新的电动车政策 鼓励外国公司在印度投资 并制造电动车降低进口关税 然而印度对来自与其共享陆地边界国家的 投资需特别审批 这对中国公司构成了挑战 尽管如此 中国技术在印度市场的潜力仍然巨大 尤其是在美国和欧盟 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背景下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在加州伯克利的一次高级别对话中表示 中美之间保持开放和坦诚的沟通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香港可以在促进两大湾区的合作中 发挥关键作用 此次对话宣布签署六项协议 以加强中美在气候问题 和双边贸易方面的交流 陈茂波指出 这些协议为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香港可以作为绿色科技和金融中心 为内地企业拓展海外业务提供支持 广东省省长王伟忠表示 广东和加州可以在教育、科技、文化和旅游等领域 加强合作 此次对话的成果包括青年交流项目 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与太平洋公民交流的合作 加州中国气候研究所 由前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合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2017年会晤后成立 旨在推认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表示 中美两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 对全球减排目标至关重要 南华早报报道 随着独角兽企业数量减少 引起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注意 分析师预计更多国内资源 将被用于培育本土企业 上周在一次罕见的与企业家的面对面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询问近年来 新独角兽数量为何减少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新强表示 既然主席表达了关切 我认为国家支持将会加强 分析师预计 国内风险资本和资源将被动员 尤其是与技术相关的领域 而对外国风险资本的依赖将减少 中国目前拥有369家独角兽企业 平均价值38亿美元 人工智能和半导体领域的企业 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 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 2024全球独角兽指数 中国在独角兽集群的规模上 仍落后于美国 2015年至2018年 中国被视为独角兽的卧土 但自2018年以来 由于中美贸易战 地缘政治竞争加剧 西方技术遏制 以及去风险和脱钩策略 中国独角兽的增长放缓 北京的政策转变 也导致了初创企业的野心被压制 新墙指出 中美之间曾经共同培育 独角兽的生态系统已经崩溃 为了应对这一趋势 中国需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同时利用更多国内风险资本和资源 来培育企业 《卫报》报道 香港法官将于周四开始 对香港47名民主活动人士中的 16人进行判决 这是香港迄今为止 最大的国家安全起诉案 这16人因组织初选 而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 并在2021年1月的 全国安全警察大规模突袭中被拘留 其余31人已认罪 仍在等待判决结果 10个月的审判于去年12月结束 预计法官将花费至少两天时间 对16名被告进行判决 大多数47人未获保释 包括坚持民主抗议五大诉求的 年轻人沈金龙和65岁的 前立法委员莫乃光 香港政府的打压 已经导致该是基本没有活跃的 政治反对派 许多人被逮捕或监禁 另一些人被迫沉没 许多人逃往海外 前区议员和学者 Michael 谋在听证会前夕表示 组织非正式初选 从未被视为颠覆行为 也不应该被视为颠覆行为 3月政府引入了另一部国家安全法 被称为第23条 该法并未取代现有的国家安全法 但履行了该地区长期以来的宪法义务 日本时报报道 Meta平台移除了数百个 与中国、以色列、伊朗、俄罗斯等国的 隐蔽影响活动相关的Facebook账户 其中一些账户使用人工智能工具 生成虚假信息 Meta是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的母公司 其季度威胁报告显示 威胁行为者依赖人工智能 生成虚假图片、视频和文本 以试图影响用户 然而 生成性人工智能的使用并未影响公司 破坏这些网络的能力 Meta表示 这些账户的活动包括发布虚假信息 以影响用户 但公司成功地识别并移除了这些账户 环球邮报报道 新民主党拒绝了保守党提出的 在两周内通过反外国干涉立法的动议 认为这样的时间限制 不允许议员们对法案做出明智的决定 新民主党议会领袖彼得朱利安表示 尽管该党原则上支持反外国干涉法 但在设定最终投票时间表之前 听取证人意见是非常重要的 政府于5月初提交了这项长期拖延的法案 称为C-7法案 建立了外国干涉登记册 赋予加拿大间谍机构新的权力 并创造了新的刑事犯罪 如政治干涉 反对党和情报安全专家一直敦促加拿大 在2025年10月前的下次选举之前 加强对外国干涉的防御 然而少数党政府的立法引入较晚 可能无法在立法程序和制定法规所需的时间内完成 为应对时间紧迫 保守党议员迈克尔中提出动议 要求在6月12日前完成所有议会审查 并通过该法案 如果动议通过 将优先使用议会资源进行公共安全委员会审查 安排4天的证人证词 所有修正案在6月10日前提交 议员们在同一天进行逐条审查 并在6月12日结束立法程序 中先生表示时间不多了 加强加拿大人对选举的信心至关重要 然而新民主党拒绝了这一动议 认为在未审查和听取专家意见前通过法案是不明智的 朱利安提出另一项动议 直接复制了保守党的动议 但删除了逐条审查和最终投票的截止日期 保守党拒绝了这一反提议 最终 议会同意立即将法案送交委员会审查 首批证人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和公共安全及司法部门的高级支援 政府尚未发布法案的宪章声明 以确定其对权力和自由的潜在影响 司法部长阿里夫·维拉尼表示 法案符合宪章 但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认为它不符合宪章 需要做出重大修改 法案通过创建影响活动登记册 和赋予间谍机构更多权力来对抗外国干涉 并使起诉代表外国实体或恐怖组织 以威胁或恐吓手段胁迫他人变得更容易 C70法案还在刑法中创建了一项新的破坏罪 以保护国家的关键基础设施 政府表示 新罪行不适用于合法示威 但宪法和公民自由专家警告称 其范围过于宽泛 可能会压制合法抗议 该法案在霍格调查发布首份报告几天后提交 报告称2019年和2021年联邦选举中的干涉破坏了加拿大选民 拥有免于胁迫或隐蔽影响的选举过程的权利 可能影响了少数选区的结果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